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及奧運自強的選手 硬球機動跪倒在地 互相給對方大大擁抱 也和日本對手渡邊勇大 英雄喜英雄 展現台日友好 輸貨儀大家都可以維持 非常有豐富 也非常友好 我覺得真的非常難 他落淚的時候 其實我真的還滿難過的 然後就會覺得說 他緊急運動 真的是一條很現實的路 然後會更希望說 我們可以珍惜 在球場上的機會 林洋沛是國中同學 2019年成為搭檔 14年的默契 讓他們突破中華羽匠成績 遠在台灣的林洋沛父親 繼續替兒子當最佳後援 今天沒有看 你上一場你又不敢看 上一場你真的是沒看 最常因為最常 我認為 要是學我金牌啤酒放在桌上 邊喝邊看就贏了 我應該喝剛好酒 拍下日本地主強敵 黃金與球男雙晉級前四強 等著兒子拿奧運金牌 林洋爸爸會帶他回金門回饋鄉親 麒麟爸爸則是帶他爬玉山 謝謝大家今天的支持 我們會繼續努力 今天請大家繼續為我們加油 林洋沛下一場賽事 將對上排名世界第二印尼組合 面對大賽魔王 會奮力奪下金牌戰的入場券 這是在這一次東京奧運當中 看到許許多多英雄出少年 來我們看一下四強 跟這個梵振東大戰七局 雖然是失敗的 但是林洋沛呢 他明天爭取的是桌球 男子單打的銅牌 但是真的很不簡單 他奮勇地闖進東京奧運 我們都知道這一次 男子單打四強的小林同學 林洋沛 他今天可以說是遭逢 當今世界排名第一的 中國好手梵振東 林洋沛雖然一路跟著梵振東 打得難分難死 到最後仍然以三比四不幸落敗 不過他在呢 他在明天晚上七點鐘 仍然要打銅牌戰 尋求在臺灣史上第一面奧運的 桌球的男子單打的獎牌 來我們看這個大現場 拿下每一球就是握拳自我打氣 活動筋骨繼續引戰 林洋沛打球的抗壓性強的讓人佩服 沒有表情 反而讓對手更接勝苦局 我剛打過很多次 然後也有很多次也都領先 就是要贏他 但是他不管是就是領先還是落後 就跟你剛剛問的一樣 就是他都很冷靜的在面對 也有的時候就是快贏下那場比賽 然後就一分一分的被他冷靜的去處理掉 林洋沛被冠上沉默殺手的封號 有的選手會用吼叫來自我激勵 這幾乎在他身上沒見過 強大的行李素質讓對手猜不透 這是他的特點 也是優勢 震撼著球界 不少大陸網友都說 林洋沛是難纏的對手 必須好好研究 比賽就沒 沒什麼在堅定就對了 比賽他多啦 小人在高校就開始比賽 林洋沛9歲開始練球 小時候參加國語日報杯比賽 和高他一個個頭的選手對打 就展現超高球技 當時頒獎典禮的照片 他站在最高的第一名獎台 和其他對手齊頭 就知道年紀最小 但球技最好 他11歲連續拿下5項國內單打冠軍 14歲就進市井賽代表隊 是台灣史上最年輕的成員 18歲獲得個人生涯 第一座國際職業 桌球巡迴賽冠軍 被稱為20年來最強對手 站上世界的舞台 你沒辦法保證 每一球都過往 就像人生充滿了風險一樣 但我相信只要不斷改變 運氣也會站在你這邊 林荺茹的心理強大 讓19歲的他展現出超齡表現 未來的桌球之路不可限量 好真的是二十一 世紀新世代新選手 也讓我們看到台灣的新希望 立刻連線到宜蘭現場 在這一路替他加油 在整個過程當中 也承受非常大的壓力 但是這個家人力量真的是不容或缺了 我們連線給林荺茹的 估障 林大義 來 大義我看到您的畫面 大義我們簡單讓觀眾朋友瞭解一下 因為這一次東京奧運的代表隊裡頭完全不一樣 傳統的強項像舉重跟跆拳道之外 這一批的年輕人 不管在桌球 不管在射箭 不管在羽球 柔道方面都有令人驚豔的表現 我們發現年輕人多年輕了 好我們看一下 這是林荺茹 他是兩千零一年出生 不好意思 兩千零一年 兩千零一年 今年二零二一年 兩千零一年出生 今年十九歲 今年十九歲 然後蝶氏男省王冠宏 二零零二年出生 今年也才算起來 應該算起來 如果他十九歲 他算起來應該十八歲了 我們以此來把他遞減 因為二零零二 年紀比較輕 同樣十九歲的 昨天回到國內的羅家嶺 這次跆拳道 勇奪銅牌 然後柔道的楊勇偉 他們呢 你發現他們都第一次參加我們的奧運 第一次參加世界的奧運 楊勇偉也不過二十三歲 他在男子六十公級拿下銅牌 第一次參加奧運還有誰呢 還有陳文慧 一九九七年生 二十四歲 來我請教是這個林大哥 你怎麼樣來看 真的是新世代 新的年輕人 新的選手 也讓我們看到 新的希望 同樣在台灣這塊土地 來你看到什麼 我看到的是 其實感謝整個台灣的大環境 其實讓 民主從小就能夠在 爸爸媽媽家人陪伴下 很專心的投入自己的興趣 所以他每天都能夠自我的要求 然後去練他喜歡的桌球 他在小學其實是 爸爸很用心 因為爸爸是學體育的 他在師大學體育系體育研究所畢業 就到義安大學來教體育 所以包括我自己的小孩 和他兩個兄弟 所以共四個小系 都讓爸爸帶著去嘗試各種運動 不管是告豬王球 桌球 羽球 可是裡面最特別就是 雲獨隊的桌球 特別的喜歡 而且他也願意練習去練習 而且在短期的練習裡面 就發現他有沒有樣的天分 所以小二的時候 我們就給他建議說 那應該趕快轉學 因為必須轉到有桌球重點的學校 就轉到了義蘭國小 在義蘭國小就透過桌球班 這樣的練習 也讓他能夠不斷的成長 所以在小學四年級 就能夠代表學校 參加很多的比賽 而且在小學五年級 就拿到全國的冠軍 那同時在小六 就能夠跳起去拿到國中組的冠軍 那國中的時候 因為也希望 因為年紀還小 那也希望能夠在家裡 家長陪伴之下 我們幫他找教練 然後練習 所以雖然他念的是台北的國中高中 可是都用自學方案 就有這樣的好的自學方案 他其實都可以在家裡 然後我跟我太太也協助他那些自學課程 同時呢 爸爸媽媽也幫他請了好的作者教練 就在義蘭 然後就自己練習 所以這是一個很好 等於說出了練球之外 然後又能夠待在家裡 像以前如果是比較僵化的教育體系 可能就很想要離開家 到一些多種重的學校去 是 這個自學方案 在台灣這個教育制度裡頭 要因才施教其實不太容易 我不知道林大哥您怎麼看 我剛剛特別舉例的這一些 從2001年2002年陸陸續出生 不過是19歲 甚至你說像一九九七年出生的 像是陳文慧或是楊詠偉 如果以我們這一次闖關奧運五度的桌球教父 莊智淵來講 莊智淵的第一次去參賽奧運的時候 他們應該林荺汝啦 像是這個羅嘉玲啦 包括王冠宏啦 可能都還沒有出生 可是我們看到莊智淵這一次 這一種這種戰場上不放棄的精神 這是感動了非常多的國人 相信之下看到這些新世代 台灣的新希望 可是傳承也是非常重要 是不是呢 林大哥 對我覺得是說 怎麼讓更多的 台灣的這些年輕人 願意去追求自己的夢想 在更小的時候 能夠接觸更多喜歡的事物 不只是運動 可能是各種的興趣 然後能夠家長都能夠支持他 然後讓他去完成自己的夢想 然後政府就是建立一個好的體系 然後透過政府益助的資源 把這每一個領域呢 比較頂尖的能夠呢 來給他繼續的加油 那預錄也是透過 不管在國小國中高中時期 因為被選拔的國手 然後就得到了正很多的協助 不然在等於是在拿到國手的 承認國手自己之前 其實我們整個家族 其實家人的付出是很多的 不管在各種的經費或者是時間 都是很大的付出 那這樣的一個情況 其實是 我覺得還有些空間是 大家可以來想怎麼做得更好 是 謝謝林大益 身為林雲汝的故障 那麼一路怎麼樣去協助他 其實不管教練的國際化 或者是說這種遺地訓練 或者是說在整個過程裡頭 面臨到這種壓力 我相信對於林雲汝來講 對於那麼年紀輕輕的羅嘉玲 或是楊詠偉 或是王冠宏 他們在第一次參加東京奧運 有這樣的傑出的表現 是非常不一樣 他們在這個臺灣自由民主的土地當中成長 選擇自己的興趣 努力去實踐自己的夢想 當然是一件非常很棒的一個幸福 但是更可貴的是說 從這年輕選手當中 讓我們看到了希望 所以當這一代的年輕選手 在輸贏之間 更能夠享受比賽本身的興趣 這是相當的不錯 非常不容易的 還有相關的問題 不管選手的未來是進場 或退場機制 我覺得國家好好思考一下 因為他們所面臨的壓力 有時候出聲難 後聲 其實也是非常非常難 來請教師林醫師 我看到你一直在幫這個桌球小天才 林玉汝加油 林醫師 我必須承認我原來不是桌球迷 可是我相信全臺灣現在已經多了幾百萬的桌球迷 而且不只是臺灣 那我覺得這我看網友有做一張這個 就是現在雲如是可惜 襲敗金牌 現在是沒有辦法拿到金牌 可是明天會銅牌 他這個前四強的對手 這其實應該已經說是 都不是泛泛之輩 他今天襲敗的這個是目前從二零一八年到現在的世界球王 凡震東 凡震東也很年輕 二十四歲 二十四歲 那現在他將要面臨的另外兩個也完全都不是持中物 是三十二歲都是兩個前世界球王 一個是中國的馬龍 也是很有名 一個是奧恰洛夫 奧恰洛夫是二零一二年的奧運銅牌 然後上次這個奧運金牌二零一六年就是馬龍 那可是有趣的是林雲如跟馬龍跟凡震東 其實最近幾年都有幾次交手 他其實以近年來的勝率 他遇到馬龍勝的次數還比較多 那他其實沒有正式在正規的比賽 贏過凡震東過 他只有一次兩年前在馬來西亞的表演賽有贏過他 那個局數不一樣 可是我覺得從今天全臺灣的人都看到了這場比賽 打滿七局 而且他給了這個世界球王非常大的壓力 然後他不管落後幾分 看起來都沒有放棄 那從一比二然後又追平等等 然後兩局duse 大家看得真的是心驚膽戰 為他緊張 很多我的網友都在說這個心臟不好 真的不能看 可是我覺得他就是一臉淡定 就是我覺得這個小朋友十九歲 心理素質真的很厲害 我覺得我年紀也有點大 然後我們很多人都是每年看奧運 我覺得我們每年就是看中華隊 其實很常會有大賽的時候 大家就緊張失常 也許其實有些實力 可是就是表現不出來 臨場比賽就不如意期 可是今年小君姐 你提到的這幾個年輕人 我覺得真的是出身之毒不畏虎的感覺 真的是有一句那個NBA常常聽到 未來是你的 我覺得林雲露真的 未來是他的三年後的奧運金牌 可能也許跟樊振東再戰一場 他的未來完全不可限量 我覺得我已經看到 也許未來的世界球王就在臺灣 真的 我說那個莊智淵 這個月圓芝 莊智淵這種力戰 這個不懈的這種精神 這種臺灣精神 相對其實傳承很重要 結果看到你看他面對的是世界球王 林雲露 林雲露十九歲 兩千零一年出生 兩千零一年出生 第一次參加奧運 面對這麼大的壓力 他還可以臨危不亂 我覺得真的 你會覺得新的世代 就代表臺灣新的希望 對 其實林雲露他是一個有天分 而且他其實練習 也非常紮實的一個選手 他一天大概要打練習一萬多顆球 那早上練習球 然後下午就跑步 鍛鍊體能 那他曾經講過一句話 他說他的唯一的休息就是在比賽 而且他的個性呢 而且他不是那種虛張聲勢的人 前兩天我們有看到就是 中國隊跟南韓隊不是一直 我牛逼啊 就是一直在虛張聲勢的老亂對手 可是那個林雲露他打球的時候 他曾經對上過中國一個厲害球王 叫馬龍 他一度他領先很大喔 但是這樣沉穩 你感覺不出來 他情緒有任何的波動 他就是靠這樣一步一腳步 那他私底下接受訪問的時候 也被號稱神話一哥 回答問題都不會超過很多個字 然後呢我看過他的訪問 他講說他甚至在煎牛排的時候 牛排什麼時候翻面 每一秒鐘他都算得非常到位 不浪費每一分每一秒 所以他是一個 然後他從小就球感很好 國小的時候呢有教練呢 給他一個球拍讓他練球 他打一打就說這球拍有問題 教訓說有嗎 一撕開裡面有個裂縫 所以他的成功絕對不是偶然 他是靠著非常扎實的訓練 天賦以及非常律己 甚嚴的在這種鍛鍊 一步一步走向 那我覺得我們是非常看好他 因為他年紀才十九歲 那這一次我們的奧運國手 很多都年紀都非常輕 十九歲 因為都已經是明星級的人物 比如說像我們新北市三隻 有一個跆拳道的選手 羅嘉玲 他羅嘉玲先不得了 羅嘉玲先 羅嘉玲先 羅嘉玲是三隻那邊的人 新北市的 新北市三隻的 你知道他幾公分嗎 他183公分 對 昨天他在機場 他183公分 那另外有一個樓道男神 楊詠偉 167公分 兩個人合照 那楊詠偉的年紀比較大 然後但是呢 造起來有個反差萌 就是羅嘉玲比他高很多 然後大家就覺得非常可愛 沒有多大 楊詠偉今年二三歲 嘉玲也不過十九歲 差四歲而已 差四歲 就是年紀比較哥哥 因為哥哥跟妹妹嘛 然後 但是羅嘉玲的那個身高高很多 就有一種反差萌 因為楊詠偉也是圈粉無數 現在日本的粉絲非常多 那羅嘉玲他本來 他自己講 他之前的那個粉絲專業 就是FB的大概不到一萬人 我剛剛看了已經三萬多 這幾天倍增 他一PO照就造成轟動 像他現在在隔離當中 早上的時候隔離就是 你自己要出門 打開門去取餐 就一看到原來是總統 給他的富行豆漿 然後再PO出來 然後網友們看到 雖然那個早餐很好吃 可是很少人在講早餐 大家就說 哇長腿美女神 就一直在捧他 可是當然我覺得那個羅嘉玲 他是長得很可愛 所以有人把他封成國民女友 可是大家不要忽略他的 就是他其實練習也是很扎實 因為他爸爸是在三隻 就是他爸爸就是教練 他們有道館 他從小就耳濡目染 看著哥哥或家人練習 然後他小學的時候就加入 那他練習有多扎實 他說他幾乎生活一半的時間 都在訓練跟比賽 可是他也沒有荒廢學業 就是他還會完成老師的 交代的課業 可是他就犧牲很多跟他朋友的玩樂的時間 甚至於他連畢業典禮都沒有參加 那這是很遺憾 那他當然他就把他的所有的 的精力都花在比賽跟訓練上面 然後我覺得 昨天有一幕很感動 就是他跟他爸媽的感情都非常好 他爸媽媽昨天去那個機場接他 然後媽媽後來就轉述 就說他碰到我 就說我愛你 又說他愛我 然後我就說我愛他 就是你會覺得很感動 像雨桃老師如果忽然跟他媽說我愛你 他媽就說你又來要錢還怎樣 可是 就是說現在一般這種年輕人 不太會把我愛你放在嘴巴上面 我媽會看這個節目 那你炎智祐你跟媽媽說我愛你 媽媽會覺得你在幹嘛 我媽說你幹嘛 你是做錯什麼事 昨天不能跟你們用錢 沒有開玩笑 小時候 就是 就覺得很感動 我覺得我們這些很多球員 他其實爸媽給他們的那個教育 都是讓他們就是讓他們喜歡這個運動 然後他們願意去做 像今天有一個另外一個比賽就是 那個羽球的男霜 男霜 李楊還有那個王麒麟 也是非常厲害 他們擊敗的那個日本的對手 現在已經幾進四強了 那他們是一個搭配 這兩個選手也非常可愛 像王麒麟今天就講 他就說 他說我獲勝的秘訣 就是我會有配色 我在身上 他說他的身體的配色 比如說襪子或球鞋 他說摩羯座 我會看那個幸運色 黑色我就穿 他的內褲 很可愛 以前 因為我就是摩羯座 所以我非常了解他 你只有摸彩的時候 你會穿紅內褲 我不要摸彩 因為我常常摸彩 所以他比賽的時候 他的裝扮的顏色搭配 都是有文章的 對 他特別講 我覺得很可愛 就是他們都很直接 因為一般人 如果比較關槍的 就會說我每天練習很久 什麼都沒有我的 我是配色 然後那個李楊 李楊也是很勵志的故事 因為他從小其實很多人 他表現沒有太好 然後他甚至於他的左腳 左中骨那邊還有斷裂 那可是他就不斷的練習 不斷的練習 後來在大學的時候 就進入到甲組 然後甚至於他比賽 他金門人嘛 然後他們還捐30萬 30萬元去發展這個羽球的事業 所以我覺得 我們在這群的年輕的學生身上 看到希望 他們不僅自己很優秀 而且他們也會回饋 所以就是提心後進 然後呢就是現在 人人都非常明星化 所以就讓大家說 這一次奧運比賽 都非常投入 然後獎牌又拿很多 所以大家非常開心 林韻如 事實上呢 除了講他的故事之外 看他的對手 敵人是怎麼反應 我跟你講今天很可惜 他本來真的很有機會贏 然後整個整場這樣看 一開始贏 後來第二盤被拉開了以後 他又拉回來 你可以看到奮戰不懈的精神 就是不管我輸你多少 我一定要拼回來 你看到了第四盤的時候 甚至一口氣拉六球回來 那個是不容易的事情 對手 我跟你講今天 那麼總共有八千多萬個 中國的相關的觀眾 在看這場轉播 我跟你講 那是林韻如 在最後一盤對不對 被這個大魔王 那麼反正都贏了 如果是林韻如贏的話 可能有一兩百個人要送醫院 你知道嗎 他們說中國的網友說 心臟都快挑出來了 你知道我第一次看到央視 央視通常 然後在轉播的時候很自大 對不對 中國一定拿到金牌 怎麼可能有銀牌被你拿到 央視怎麼說 央視直接講 那麼這個是 林韻如的超高水準的花灰 給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有一句話是我看到央視 還有看到很多中國的相關的 都拿過奧運金牌的 他們都特別講一句話 林韻如是未來十年 中國桌球最大的敵手 你知道嗎 然後呢 把這個等於說 剛剛說的那個大魔王 嚇成這個樣子 從來沒有一次 他們的這個 世界排名第一的凡政中 是被人家 趕成這個樣子 嚇成這樣子 你知道嗎 這樣就表示他贏了 而且最可怕的是 冷靜殺手才19歲 不管他贏球還輸球 他永遠沒有表情 你知道嗎 很沉著冷靜 很像戴智隱 就是說年輕 然後經驗豐富 不驚不驚不照 你知道嗎 這個是未來前途不可限量 為什麼 因為他才19歲 所以我們要好好的栽培 這樣一個年輕人 他們這些選手 年輕這些選手 都有一個共同特徵 戴智隱也好 林韻如也好 都是國小三年級了 五年級了 就開始練練練到這樣子 每天五六小時 一直練一直練 練成現在這個樣子 那麼這一次的獎牌 已經超過我們歷年來 所有的奧運的獎牌了 尤其很多這樣年輕的選手 對不對 第一次參加奧運 林韻如也是第一次參加奧運 我跟你講 不管他最後得到什麼牌 他已經讓全世界 因為這樣看見台灣 這個小將不得了 以前叫天才兒童 你知道嗎 他可以打球 打到所有的人都注意到他 這一次經過 跟這個凡政東一戰之後 我相信在國際的這個桌球 一定所有的人 都把他當作一個假想敵 跟一個可敬的對手 是的確是如此 來我請教是這個宜曉老師 怎麼看 的確剛剛他也特別提到 像是王麒麟 李洋 或是林韻如的部分 這個新生代我們看到 尤其不只是林韻如 那個扣人心血 王麒麟跟李洋 這個羽球男子雙雙雙 男雙擊敗日本的時候 也是闖進的東奧四響 寫下台灣的第一次 太多第一次了 不管是十九歲 這次羽球的男子雙人組 王麒麟今年二十六歲 李洋今年不過二十六歲 而且在這一次的男子雙打的八獎當中 可以說是表現也不凡 我們覺得真的不簡單 來 宜曉老師 補充一句話就好 可以讓中國桌球協會主席 前奧運金牌選手劉國良 站起來 你知道嗎 站起來 他幾度站起來 你知道嗎 他因為他擔心 擔心反正都會輸 能夠讓這樣的一個金牌 還有協會主席這樣子 但是我跟你講 我們的冷靜殺手就贏了 是 然後我不知道 我們等一下播放 那個中國的吼公 全世界的吼公都有 昨天有沒有看到 這是中國的女雙吧 是女雙的羽球賽嗎 天啊 怎麼會出現 但是網友反應是說 我不知道他的教練 是不是也當場也站起來 那網友反應說 讚非常好 髒話連連 非常的好 說這是發揚偉大的中國話 我們等一下看這個大現場 來 醫生老師 對 其實老共的外宣 真的是有高度的 政治的這個心機 在面對林雲儒這一場之前 官媒就已經開始在捧林雲儒 說他是台灣的天才 未來十年呢 華人世界基本上 不可限量的球員 這什麼意思你知道 萬一打輸了 你是輸給天才 對 是天才 如果打贏的話 那麼呢 中國的選手就是 戰敗天才中的天才 這就是他們的心機 先買一個保險 對 怎麼樣呢 贏錢又贏話嘛 都他們贏嘛 我剛才輸了 贏跟輸 他都已經做好 超前部署 我覺得我最可惜的地方是呢 雖然我年紀啊 差不多五十歲 看奧運啊 從國中看到現在 有一個最大的這個轉變 過去我們可以發現啊 選手得獎的時候 無形之間都要幹嘛 我能夠為國爭光 對 我今天能夠站在世界的舞台上呢 基本上他先感謝的 不是他家人 也不是肯定自己 而是背後那個黨國 這是過去啊 所有運動員得獎第一件事情上 我感謝我的國家 就像現在中國的運動員一樣 現在我們運動員最大這個改變的地方是什麼呢 我說過 他是站在呢 成就自己的表現 接下來才感謝自己的家人 順便呢 才會覺得說呢 我的國家應該會以我為榮 不是我以我的國家為榮啊 就是代表民主社會 從集體的想像 並且是呢 以個人的表現 跟個人的這個呢 角色為主 這第一我觀察到最大的改變 第二個是什麼呢 過去比賽的時候啊 很重要的地方是什麼 很多人抱在上 能夠成為國家隊 就已經很不錯了 我今天來啊 有這樣的歷練啊 將來應該為自己下半輩子啊 曾經當過國手 去當教練啊 鋪牌 不是的 現在我們的選手是什麼呢 我不是來參加 自在參加而已啊 我是來拿金牌的 我是來拿獎的 我是來挑戰自己的 就像啊 郭信淳 他明明已經拿到金牌了 但是他要打破紀錄 超好笑的是啊 打破誰的紀錄 打破自己的紀錄 他就是呢 要去挑戰 企域殿堂的巔峰 所以觀念已經改變了 信心已經不同了 是為自己而戰 再為家人而戰 再來才是為國家而戰 我覺得剛好見證民主國家 多元開放的想法 每個人都要講故事嘛 我還是講兩個故事好了 我看到那個小帶一個東西的表演啊 簡直是瞠目結舌 那個聯合報幫他舉行一個表演 叫做發語球啊 去像打地鼠一樣 在100秒之內呢 去把那個格子上面的號碼給擊穿 開玩笑我直接用手拿丟球啊 都沒有辦法丟那麼準 他是發語球這樣子啊 在100秒之內 這基本上是神乎其際了 才能夠做到這樣的事情 第二是呢 大家這幾人關注許多多得獎牌的 台灣的這些選手 當然忽略了一位 就是呢 意想不到第一次參加舉重的 這個陳文慧 他是第一次參加 而且呢 他也願意分享 年紀很輕 他是1997年 24歲 人家都是24歲 19歲啊 他也很高興跟大家分享說啊 其實某個程度上 他覺得他是很幸運的人 他為什麼要參加舉重呢 因為他本來是練三鐵的 然後呢 是教練跟他講啊 你這個三鐵 因為你的身材優勢不在 你要去增加 你要爆發力嘛 所以應該要做重訓 然後呢 他不太喜歡跑步 教練跟他講 做重訓還個好處是啊 人家要曬太陽 你可以啊 躲在冷氣房裡面啊 做重訓 然後呢 想辦法練出心得 是 結果呢 這位 這位陳選手 我相信未來無可限量 因為這是他第一次參加奧運 得獎的時候呢 他那時候一開始啊 還看錯 隊友 他還說我得 我沒有得獎第四名 旁邊的隊友才告訴他 你已經得第三名 他說喔 是喔 你有什麼感想 不是什麼感想 原來我得獎 這就是現在年輕人的心理素質 所以我說的地方是啊 台灣隊的許多的選手 既年輕又有自信了 好來聽聽看喔 這是 這是要展現什麼 中國的羽球女雙 陳欽誠賈一帆 在擊敗南韓呢 金兆映 孔熙榮的過程當中 他們上演一場不斷的飆罵 結果爆發爭議 來聽聽這個大現場 但同樣來自中國的 這名羽球選手 可就真的 很母湯 厲害 暗於尺度只能消音處理 因為中國羽球女雙組合的陳欽誠 27號在對上南韓的預賽中 竟然頻頻爆出口 不只中國網友直呼行進醜陋 香港網友也說好沒品 大罵沒文化沒教養 難道不覺得尷尬嗎 沒想到陳欽誠發文回應 卻說是自己發音不好 讓大家誤會 只是要替自己打氣 日本桌球神童張本智和 16強遭逆轉吞敗 卻沒得到觀眾同情 反而引起反感 日本網友的Tone 暫以聽過現場原因重現 就能懂 不管輸球贏球 張本都照吼不悟 連日本人也直呼實在太吵 比賽讓人看不下去 來 林醫師怎麼樣看這樣的表現呢 這個吼公從我們看到來自於日本的這個桌球好手 張本其實也是不只是這個女雙 來你怎麼看 其實我請幾天看桌球就發現那個就是那個林玉如跟那個雙打的時候 其實對面後來拿到冠軍的日本兩位 其實他們也是會叫很大聲激勵自己 聽說從醫師角度有叫有差是不是 對戰機有幫助是不是 整體 因為你叫其實也是威嚇對手 我覺得像那場比賽原來打得很緊張 可是後來有一次關鍵我們輸掉 然後他們又越叫越大聲 我就有感覺到這個這個桌球打的時候 好像真的叫是一種戰術 比如像林玉如還有那個另外一位 陳怡靖他們我覺得就是表現比較類念 類念 然後好像就在這方面就有一點吃虧了 這樣 那可是看起來就是 假如是用彰化教師在很奇怪 張哲平昨天有聲明 他說他絕無不法 但是配合調查他的聲明是這樣說 他說擔任這個軍人數十載 平常就養成良好的保密習性 不會針對軍中事務擅自發言 也會迴避談論公家事務 避免衍生不必要的誤會 那相關單位如果有需要本人親自說明的話 他會全力配合 那當然在這個時候國防部也說 沒有所謂的泄密問題 有沒有泄密 有沒有不法說真的 也不是張哲平說了就算 來這個熱大哥再進行補充 台灣現在最大的問題 說真的就是將軍真的不效忠嗎 我印象非常深刻 有一次跟前總統陳水扁 在見面的過程中 他提到了國軍 國軍現在最大的問題 依照也曾經是三軍統帥 陳水扁的說法是什麼 服從但不效忠 台灣最大的問題是將軍不效忠嗎 這幾年來多少嚴重的叛將叛國的行為 其實都是在我們的退降 現在竟然中共的共諜組織 已經進入核心鎖定現役的將軍 過去我們的國安局也曾經被滲透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對岸的中南海 也有我們的針 你有你的諜間諜共諜 我們對面也有 後來是怎麼抓出來的 後來我發現三名國安局很高階層的人 各給三名各給不同的情報 馬上就抓出來了 各給你真的情報 為什麼 因為只給你 比如說我給你熱山雷達其中一部分 然後我給你什麼什麼的一部分 然後沒多久對岸就知道了 對岸就知道 我就知道國安局的內監是誰 就揪出來 那有時候不會第一時間 他會養姦你知道嗎 養著姦蝶養著共諜 他會養著 為什麼要養著 養著比抓了他還要好 因為必要的時候可以給他錯誤的情報 必要的時候可以在他身上 做逮到更 抓到更多他在台灣所擴展的情報 諜報網 這個就是 那麼我們在進行這個情報工作的時候 最危險的地方 不過從這件事情告訴我們 現在確實 你知道嗎小君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只有F16V 為什麼F35我們一直想買 F35B可以垂直升降 100公尺的跑道就可以 為什麼美國人不賣給我們 美國看到這種處理方式 可能嚇到嚇死了 為什麼不賣給我們 因為單單一個鄭小江 可以拿到包括熱山雷達 包括萬箭彈 包括幻象2000的機密的資料 一個共諜就可以拿到這個資料 這就是美國為什麼不賣給你 這個F35隱形戰機的最主要原因 因為台灣有共諜 好 我相信我們的同盟國 在印太戰略當中 不管跟美國跟日本 都是感到震驚 畫面當中你所看到的是 如果我們自己都不重視這個事情的話 別人怎麼幫我們 這今天在第一屆的 臺日美的戰略論壇當中 我們看到安倍說什麼 安倍晉三說 香港遭遇 絕對不可能發生在台灣 我們三個國家的國會議員 第一次攜手舉辦 臺日美國會議 這個會員國的一個戰略論壇 而且今天是以視訊的方式來進行 特別以嘉賓身分 就是日本的前首相安倍晉三 他說我強烈認為香港遭遇 絕對不可以發生在台灣 強調三方合作的一個重要性 當然了 防衛這個大臣 岸信夫 他也說 他也在書面至此重申 臺灣的安全對日本安全跟國際社會 是相當的重要 由此關鍵 來我請教是張將軍 今天我們看到拜登上來之後 因為對東亞的區域穩定性非常重要 今天凌晨當中 美軍的第七艦隊的官網 我們看到主動發布了 博客戟的神盾艦 班福特號 經過了臺灣海峽 而且強調這是維持自由跟穩定 對中國的校正意味相當濃厚 這是今天官網主動發布 而現在包括美國眾議院 在臺灣時間紀念通過了國務院的撥款法 包括了把臺灣列入中國的地圖 這是禁止的 不准把臺灣列入中國地圖 換句話說 聯邦眾議院他通過這個法案告訴大家 臺灣不是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部分 如果是這樣的話 長期你跟他暗度陳倉 退降跟現役的將領 或者多少政治人物 你真的跟他眉來眼去 抱歉喔 從今天開始 要不要講清楚 你到底是效忠臺灣 還是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當然要講清楚啊 該辦還是得辦啊 我要問的是 張哲平現在的處境 昨天我特別提到無間道這部電影 我們看到無間道 常常很多黑道 他把自己的底下的年輕人小弟 丟到了白道去臥底去潛伏 但是我就在裡頭 慢慢去扶植他 讓他串到了高位 造成他的衝擊跟影響力 無間道 黑道是這麼做的 張哲平現在做的事情是什麼 他現在處境是什麼 如果透過禮拔他的這個將軍 拉了跟這個共諜組織 互相你農我農ing正在進行當中 包括了什麼 張哲平 你有沒有把柄被共產黨握住 為什麼這麼說呢 2016這個港商再度入境的時候呢 一樣透過誰 透過這個少將前耀東 一路拉拔張哲平的前耀東 跟退役中將魏先宜 邀約當時已經高升 空軍作戰指揮部 中將指揮官的張哲平 在捷運新店區公所旁的餐廳飲宴 在場還有多名空軍高官作陪 是空軍作戰指揮部的指揮官呢 你可以跟一個不是很熟的人 拔酒言歡稱兄道弟 好 這個餐序定點 好 餐序定點 他說呢 距離監控他的調查局本部 只有五分鐘 可是呢 經過專案小組嚴密監控 發現謝姓港商跟張哲平 曾經單獨交談 並且交給張一包東西 兩人頻頻交頭接耳 一副神秘兮兮的模樣 讓情搜人員懷疑 雙方面談的內容 包括交付的東西 另有引擎 我想問的是 他有沒有把柄被握在對方的手上 我們看這一篇 色誘重賞通通都來 為什麼說這個組織是屬於中央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的政治工作部 位於北京市這樣一個單位 然後呢 中共的國安部的第四局位於廣東 同樣負責對台情報工作 利用臺商或是退休的軍職人員 部件共諜網 刺探台灣的國防外交跟內政等重大機密 甚至要求我方的高階軍官人員 交出部件在海外的紅花會情報人員名單 中共情報人員無孔不入 除了財務 誘惑要邀之外 頭懷送報的美人計是諜報中最致命也最有效的軌跡之一 例如前陸軍司令部的通知處的少將 處長羅賢哲 他就是一例 他在擔任國防部情報次長是駐泰國軍協組上校組長時 受到中共既誘於一名中國情報人員交往 卻被偷偷錄下性愛不雅畫面 最後被迫在泰國曼谷向中共官員書成 後來還收取金錢利益 不斷交付軍事情報 遭判無期徒刑定驗 監禁終身 來這個張將軍先來 你覺得我剛提到張哲平的角色 以及張哲平現在的處境 他有沒有可能也進入了 所謂的共產黨的控制範圍 有沒有可能握住他什麼樣把柄 有沒有可能 你鎖定了嘛 為什麼不鎖定其他 其他的等額赤支並沒那麼重要 那剛才瑞德有講到 美國在這方面美國掌握的情資 羅先哲這個情資是美國提供的 我們還不知道 所以我們要做兩件事情 我們這個如果沒有肅清共諜 中共在這邊布局到多深 我們只是看這些表面上的符像 它裡面是不是還有其他的這些套路 當然有吧 只是我們不知道 我們只是目前知道這個個案 但是整個全案同案 我們知道嗎 我們可能知道的是冰山的一角 那這樣子的話 美國為什麼不賣我們先進的裝備跟武器 我們買的都是 美國已經用過十年二十年了 為什麼 因為我賣給你那種 我辛辛苦研發出來的 那麼精密的武器裝備 結果對岸輕輕鬆鬆拿到了 那結果我在世界上我其他地方 我沒辦法發揮戰力了 這個是我講過內線作戰 從內部 他這個輕鬆的就獲到的 你整個戰力都沒有 張哲平一路經過的職位 都是張將軍你曾經資歷過的 你的警覺性 如果這個人你不熟 你會輕易跟他參叙 這個人你不是很熟 因為依照張哲平的說法 不知道他的背景 你會讓你的太太跟他去出遊嗎 會嗎 不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 那他為什麼會答應呢 旅旅參叙 對 都赴約 讓太太還出國 出國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都知道你要交付什麼 重金什麼 我跟你說 帳目看不出來 會到海外就知道了 這裡頭太多有上下其手 一個差一點當上參謀總長的人 怎麼會幹這種事情呢 所以他有把柄嗎 他一點解決心都沒有 他當然可能有把柄 你不要一直告訴我他天真很可愛 他有這麼天真嗎 沒那麼天真 如果已經到達這個階層了 整個的這個思想 整個的這種價值的判斷 是非常清楚的 不是說二三十歲的 一二十歲的學生 你講得非常好 當讓一個將軍 他的忠誠度對國家 百分之百的 這是非常明確的 當然要百分之百 一下大方 楚而漢界是非常清楚 尤其是軍人 我們今天如果做生意的老百姓 我們其實是 因為我們要營生 軍人要經商 要貿易的往來 軍人不一樣 因為軍人是兩陣對壘 所以來這個 一定是這個樣子 來 依你的標準 你覺得有可能嗎 一個將軍位居這個高職 讓太太跟一個 好我們講 你不知道他是一個共諜組織 相關的人員 是外圍組織 你不知道 跟一個不是很熟的陌生人 出遊 包括了收利 包括你自己 跟一個不是很熟的屢屢餐序 你還位居軍中的四大要職 你覺得可能嗎 還是說他真的 可能面臨到什麼問題 被威脅嗎 當然不可能 而且像這種事情 你說你不知情 不可能 過去這個兩將來台灣以後 槍逼過兩個上將 一個就是陳怡 另外還有一個 山東山里之一的 因為他女兒當過我的老師 所以說 他為什麼會被槍斃 因為他的姨太太的 什麼表弟啊什麼 是個匪諜 然後他保他入境 就這樣子 他說我不曉得他是匪諜 拜託 沒有這回事 你怎麼說 你不曉得他是匪諜 然後你還倒他 結果他被槍斃了 這個 但是你看 那個時候的標準是怎麼樣 我告訴各位 以前兩將時代的時候 你沾了一點邊 你早都沒了 對不對 能夠讓你這樣子嗎 你看大陸 處理流連困難 讓你一路升官 2015 升官空軍附身 空軍司令 他事情發生在這裡 他一路升官 可能嗎 所以說這代表什麼 升官 為什麼會官官相護 就是說 我們的這些國軍的將領 的忠臣啊 就是剛才你講的 陳柯編講那個 服從而不效忠啊 他們的忠臣 是崩塌掉了 不是一個兩個個別的 而是整片崩塌 這種的整片崩塌 變成說 我也不敢檢舉你 你也不敢檢舉我 為什麼 我們可能都有這種 同樣的狀況 只不過說 他們沒有曝光而已 所以說 這種狀況之下 誰敢檢舉誰 我們都是這樣 我們都是黃埔畢業的 對 我們大家都對民進黨 有意見 都可以這邊動不動打高爾夫 就把腳延歡 無所謂 就像是 那個黃復興的那個主委 講的一樣嘛 寧可讓中共來 我不要讓民進黨執政 就是這種 吳三桂的心態 為什麼我一再講說 我們不能當糊塗吳三桂 你覺得政府怎麼應用這個態勢 我覺得說 白良所講的 最近喊出 沒有 沒有什麼好商量的 看起來不是空穴來瘋 沒有好商量的 第一個 我覺得這個人 你像一個小兵犯案 你都要這樣子處置 你這麼高階級 不只張哲平 第一個 將軍族 將軍們 立刻太處 第二個 你這些將軍 現在大家日子這麼難過 你的將軍 一個月十幾萬 養你到死 養你到老 你們是台灣最安逸的一群 結果你們吃台灣 喝台灣的 榮華富貴賞盡了 你對台灣不效忠 我告訴各位 我們台灣人不能養這種人 我們一定要在立法上面 要把這個問題給解決 如果說明知道 像高安國這樣子 講這種話 他為什麼有恃無恐 因為他知道 在現行法律之下 你告他不動 他繼續一個月十幾萬 他一點感覺沒有 如果今天我們有個機制 如果你因為 忠誠問題被告的話 先請你的忠誠報告停下來 明天以後再說 你看他敢不敢 第二個 我們要有明白的一個規定 任何在公安場所 你如果煽動現職的軍警人員 對國家不忠誠的話 立刻進行主動調查 挺你忠誠報 為什麼 很多在一些婚宴場合 在那邊講 退役的人在那邊講 現職很多坐在底下 都是他的學弟 都是他的部下 這不是在煽動他們嗎 所以說 我們應該把這個彎蜂 要給他徹底的斬斷 不能夠任憑他們 這樣搞下去 這對台灣人民多不公平 真的 你覺得台灣人民不憤怒嗎 要不要給個交代 這些人都是全民公敵 其實如果我們真的不重視的話 那別人怎麼會去幫我們呢 你看到2049的計畫室 最近揭發一個內容 中共如果要攻臺的話 是大規模的 兩百萬大軍來攻臺 如果他的超乎人額 所理解的程度 就是為了奪臺的話 兩百萬一個軍隊 包括數千艘的軍艦 船隻才有機會的話 動員的人力 台灣整個海岸線 台灣整個港口 你覺得不會變成殺戮戰場嗎 這個時候要站上第一線的將軍 有多重要 這時候站上阿兵哥 看到你們將軍 如果你們是高高舉起 輕輕放下 難道保命防碟是這麼做的嗎 當上官越大 就不可能當共碟嗎 說真的 別笑死人了 好 這是現在目前情勢最新發展 但是我們喘一口氣 如果你們看到 這一些將領 這些將領 幹進了這幾年來 真的是叛國的事情 然後呢 對台灣的國安衝擊又這麼大 可是我們看看 同樣 同樣在台灣這塊土地 年紀輕輕的他們 做了什麼事情呢 他們一樣捍衛國家 而用他們是什麼 他們的實力 這是在這一次的東京奧運當 在全球的疫情在燒的同時 台灣受到的控制 美國在昨天增加多少 八萬一天八萬四千五百三十 實力的確診 來連線到美國給黃衝突黃醫師 黃醫師本身呢 他接觸過上千名的確診者 那美國人數再度攀升 你可以看到 從這個趨勢看起來 真的有一點點驚人 他現在第一劑完成 大概有百分之五十七點六 三億三千萬人口當中 第一劑有五十七點六的完成 那第二劑完成四十九點八 可是從你看從七月二十六號開始 每天五萬兩千多人 到七月二十七號有七萬七千八百二十 突然從每天的五萬多增加到七萬多 現在最新又增加到八萬多 哇 非常非常可怕 來 黃醫師到底為什麼 因為變種病毒當然是一個關鍵 迅速蔓延 美國首席防疫專家佛奇認為 完整接觸疫苗者 可以考慮在室內還是要戴口罩 作為防護措施 為什麼 來 黃醫師怎麼看 美國COVID-19總指揮福奇博士 就是希望有打過疫苗 其沒有打過疫苗的人 通通要在室內戴口罩 可能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 很多沒有打過疫苗的 他們也不想戴口罩 這個就對疫情的控制 產生了一個很大的阻力 所以它要大家都戴口罩 第二個原因可能是因為 病例一多的話 就是有打過疫苗的人 還是有一些人會感染 疫情一多的話感染的人士就會越多 這些人有時候會傳播疾病 當然在此同時 因為高端疫苗 陸續也要去接種 我們想知道說第三劑 到底需不需要 第三劑 第三劑到底需不需要 包括疫苗的保護力 現在因為德魯達病毒 就是印度來的那個 德魯達病毒傳播力很強 而且疫苗的保護力不太夠 現在像以色列他們說 德魯達病毒的保護力已經降了30% 所以他們在考慮到第三劑 這個是有可能 目前專家大部分同意的是 有疫情免疫力比較低的 比如說癌神病人在化療的時候 還有洗腥的病人 這些人的抗體相對低 好 謝謝黃醫師接受我們的訪問 今天連續兩天沒有增加死亡的案例 本土增加有十六例 那熱熱大哥從現在疫情 畢竟慢慢獲得控制 我們疫苗的覆蓋力也達到了 提前達標三十點六七 季次人口來到百分之三十二點三一 更重要的是 我相信這今天公布的最新的數字裡頭 疫苗的登記在高端的部分 我看數字在增加 有六十八萬人想打高端疫苗 來 那非高端不打的 也增加到十一萬人 這應該有其中的包括你對不對 來看這個情勢發展 包括了今天我看到國民黨一個桃園 桃園縣議員都說他要去打高端 我覺得很正常啊 很多的疫苗 國產疫苗 為什麼分藍綠呢 為什麼分什麼意識形態呢 沒有錯 那麼事實上 也包括這個費洪泰自己都講 他自己打的莫德納 然後他的太太打高端嘛 太太會打AZ 那麼我覺得你要打什麼疫苗 我都沒有意見 只要是疫苗進來的 可以打的你去打 繼續這樣打下去的話呢 疫苗源源不斷啊 我相信整個台灣的疫情會因為這樣完全 非常謝謝各位 因為在這個疫情當下 美國的疫情在燒 包括了在全世界各國 當然日本呢 是戒慎恐懼 台灣隊呢 在這次冬奧當中 六天奪下一金二銀三銅 我們獎牌呢 排行榜裡頭 在全世界各國 已經排名第十九名了 不是體育大國 但是非常非常不簡單 澳洲的媒體說台灣 地圖上找不到的奧運奪牌的神秘隊伍 地圖上怎麼找不到呢 每個眾議院已經告訴大家 未來台灣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地圖上不只找得到 找得到當然 我們的確是奧運奪牌的神秘隊伍 台灣的孩子真的很不簡單 新世代新選手 讓我們看到台灣新希望 持續鎖定新台灣加油 我們再會 謝謝握隊 先待它的時間 我們為止 新台灣有意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